好,回到第二節,第一節我們又放鬆鬆鬆鬆了,第二節就倒鬆一點 ID,你有沒有這些女朋友在這個國泰裏做呢? 沒有什麼? 哈哈哈哈 我以為你會有一些獨家內幕消息嘛,你知道你女朋友那麼多 嘩,這個澄清真是失神,這個真是免責聲明,真是想我斬死 這個真是要嚴重提醒,要打字幕 國泰的大規模重組的計劃,其實之前已經醞釀了很久了 一段很長的時間 最終昨天就公佈削減8500個職位了 基本上是包括裁去5300個駐港的員工 以及600名非駐港的員工,基本上是整個香港歷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 最悲傷的就是港龍航空 港龍航空基本上是整個是關閉了 如果港龍航空本身就是等待其他人去做 所以現在就說這麼大規模的裁員的話 就大約每個月可以節省到5億錢而已 那也挺傷心 還有似乎第一波叫做第一波的裁員 但是似乎國泰系有機會再裁員多一點 剛才說的裁8500個職位其實是佔整個集團的17% 你想一下,他剛剛公佈了業績 YOY 年代對比上年的同期 客運一定會急插 我印象中也有98%左右 空運,貨運其實也跌成3-40% 就是這些數字 你想一下,如果收入的收入跌成9成多 你暫時都只裁了17% 其實最樂觀 以我們最最好的預算 或者我們的最好的希望 希望是可以下半年開始 下年的下半年開始可以飛 還有很長時間要捱 他自己的預算是說下年的運輪力 應該可以 就是運載量回復到正常的五成 但是他就說有一個假設的就是 首先疫苗有效 然後去到夏天的時候開始 全球大規模去打疫苗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if 對,相當大的 其實雖然說財源的數目 就是歷史以來最高 但是如果推高失業率 其實就大約推高0.1%左右 我覺得之後再有機會 財源的空間也真的有 還有說明下年的上半年 會再推出一輪的自願休假計劃 全年都一定不會加薪 又不會有一個著情的優惠 這個我都預期了 真的挺慘 還有剛好之前 我們在群組裡面也有說 大家都記得 國泰這個品牌當然是做了很久 其實港龍也是奪取回來 接著這個HKExpress 也是剛好 Selda真是聰明 剛剛在疫情之前最低級的位置 去賣給國泰 吃正了這條水 衰得好教官 不買都買了也沒辦法 其實之前 之前疫情前 其實那個位置也有點尷尬 我當國泰是比較 中間高一點的位置 港龍就很接近 當中間也是偏上一點 HKExpress就是一些比較廉航的位置 其實你重疊的東西也挺多 尤其是港龍方面 以及HKExpress 其實他們重組 一起去 有些資源上可以配合的話 空間本身已經挺好想到的 不過最患的是 可能現在的管理層 是為了正確的 就是去年你自己做 Aquisition 那個決定的時候 就無可奈何地 就犧牲了港龍航空 這個品牌 而繼續保持HKExpress 其實對於港龍航空 我覺得真的挺不公平的 每一次他買這些航空公司 都是想要多一個 多一個 這個費用都真的挺高的 其實也挺麻煩的 一直說了國泰有很多問題 其實也不再說 因為你也說了你的位置 我不知道你怎麼定 你是為了更加節省一些費用的時候 你又減掉預算 又影響到乘客對於舒適度 或者滿意度 其實還要提供香港人對你的感情的運用 所以我覺得也有點失望 那間接的影響就是 好像昨天已經開始說 有些空姐或者有些機艙的服務員 開始在沽東沖的樓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麼急 因為我看了一個東方報業的Apps 然後他就說 立即有一個senior的攝影機組 沽了去東沖的樓 他還跟經理說 我有很多同事都急著放 坦白說你問我的話 樓價可能是有點壓力 但是是不是去到立即 那你也要居住 你不會立即跟業主說 即是剩下公司的協議 說立即不租 那你也要去找一個地方 除非你說回到樓價就OK 但是不會立即有很大影響 第二 層樓是否立即沽的話 那也不是立即可以沽 所以是不是對於樓價 是立即有一個明顯的跌幅 在東沖方面 那可能會有些壓力 但是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弱一點 但是其實你說裁員可能就是八千 就是全球八千多人 香港就是五千多人 但是你除了被裁之外 你本還留下的那些 他基本上都是開工 就是你可以說他是開工不足 就是他可能是拿回一個底薪 然後你平時有非 可能會有一個pay cut 因為我看到有些說 譬如說可能會轉那個contract 就是你可能譬如說機師 你也可能會仍然有機會可以繼續做 不過可能那個terms跟以前已經不同了 特別是一些可能外籍機師 我聽說就是說 他們那些這樣的 譬如說housing allowance那些的話 其實割得更加強勁 就是那些來說 所以剛才說東沖那邊 我想東沖那邊可能比較多 如果你是國泰的人員 就可能是一些機組人員 就是空服那些的話 可能會在東沖比較多 你說如果是再高身一點的 譬如說機師那些來講的話 那些大哥他只是housing allowance 一個月都十萬八萬 那些的話 反而比較多些 會在discovery bay db那邊 所以db那邊來說的話 聽說那些租務市場 真是直接急插 是啊 我也想說 你說是不是立即扔層樓出來 就一件事 但是租務市場肯定是direct hit 是啊 你不論是空姐也好 機師也好 肯定都會有很多退租 是啊 還有國泰的機組人員 空服員的話 當然我想東沖的比例會比較多 但是其實呢 照我所認知的話 其實在港島 特別我以前住康兒 我在康兒也見不少空服員 就是之後你見他們穿了一套套裝 去坐機場巴士 你就知道了 那邊也不少空服員 都很遠 大哥 應該不是故意搬過去康兒那邊住 因為你問我 為了上班的話 可能是租樓或者賣樓的話 如果不是住在東沖的話 比較多人選擇就是在清衣 因為清衣叫做有貼 機場快線 基本上一兩個站左右 就可以去到東沖或者你直接坐機場 那其實 又叫做都近一點點過市區 因為你不是每天上班的 一個月可能飛十次八次 其他時間就自己有些市區生活 但是你住到康兒也挺遠的 因為都在東沖 抱歉,我看到東沖 如果你說路程來講的話 康兒好像這樣就真的很遠 但是康兒那邊有一個優勢是什麼呢? 就是他不用轉車 一輛巴士,A12就已經到了 其實這方面在交通來說 都算便捷的 當然機場巴士那些 可能就沒有機鐵那麼頻密 但是以我所知 好像是說15-20分鐘左右 下一班 所以如果你時間掌握得準的話 你一程巴士就到 其實都是可以考慮 你有A缺 我想說一說 其實剛才你說有個別的劈價 的情況 你剛剛收到大信方那邊就賣樓 我想這些可能是真的 比較個別事件 說不定這位急於放盤的 可能也有些後路準備 說不定就買機票過英國也不頂了 已經有些後著了 還是我覺得是 那也不錯 因為他解僱 你知道波叔就說 他派了一些觀察員進去的 你記得 那個救援計劃 其實就是 政府有機會可以能夠 不是叫做檔員 但是一個好像 視察那樣的角色 就推薦看著檔員 就說這個純粹是商業決定 政府就沒有干預的 都是維持所謂的大市長照政府 說希望待遇是好過普通解僱人 剛才雷總說 坐飛機去英國的話 好像是 我看回 員工繼續還有一些優惠 第一 一次吧 第一就是你強積金那方面 就不會對沖 還有錢在你管理的旗下的 第二就是 補償金一個月 好像這個也正常 因為你立即炒 又要賠一個月的擴空資 而且會延長醫療福利 還有員工機票優惠期間 這個其實 反正都看錯飛機了 謝謝你 你會不會 反正都是 你現在這麼少人飛的話 你訂機票很容易 以前來說 還要遷就一下 淡季的時候 才會有多餘的機會出來 現在應該是相對簡單 反正都是這樣 不過這麼說 在現在疫情的時間 其實你買一張正常的 當成Econ的機票 去英國反而是很貴的 因為減少運載力 減少運載力 還有你現在這樣的市況 還要飛的 你肯定一定有些原因 即是 無論是回去搞簽證 還是有些行業 他都被迫你了 所以是貴的 坦白說 不要以為是 即是 好像一些 資料 那些價格 就可以飛到英國 還有 員工方面 我不知道他說 員工的機票優惠 即是當他是 因為他之前的計劃 就是員工 可以像後部機位的角色 這樣的方法 上飛機 基本上 計算已經關閉了之後 最後五分鐘 就看你的善良性 可以上飛機 如果你是穿到黑衣服 即是最高級的 姐姐 就可以優先上飛機 但如果你穿年輕的 紅色的制服 就比較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可以維持 這樣的制度 可以上飛機 還有有六個月的心理輔導 以及工作過度支援服務 這些真是 謝謝 麻煩你 這些 我本人覺得沒有太大的用途 無可奈何 還有 任何事情都有天災的原因 都有人禍的原因 究竟國泰去到這次 多少分天災 多少分人禍的話 我自於覺得 都幾多是 上年 為何管理層這麼激烈 要買一個 香港Express 的其中一個 令到他加速死了 那 新加坡航空 都說 言文也好 都炒四千多人 有少少都是無可奈何的 這也是 這也是 但我一直覺得就算你沒有疫情 當繼續這樣 其實你是慢慢地死亡 還是國泰成的品牌是慢慢地垂直 還是這次有疫情 可能會有更好 其實你一直都要想回國泰的定位是怎樣 究竟 你附近又有這麼多機場 如果便宜一點 又可以飛到深圳機場 去搭一些便宜的內陸航班的時候 其實一直不知道你的位置是怎樣定位 這個問題 沒有透過這次的更好 是有解決的 這個才是令我更加擔心的地方 時間這次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回來再講